上周YOSHIKO带来的英式古典大宅 重旋观精致的手工列文期 到客厅天地仿佛补水倒映般的相互辉映 栽再表现出魔鬼藏在细节中的精心雕琢 而今天YOSHIKO又将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在上个星期我们介绍给你了 这一个英式古典带贵族气息的精品级空间 我常觉得如果一个小的东西的精品 你要把它做得很精致 讲究对花 其实没那么难 不过当它这个精品放大到90平的空间 你还是要秉持着这样的精神 去装潢这样的空间的时候 这其实就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上星期我们看过了这个客厅 玄关 那么这星期我们要带你看什么呢 我们要看的是它财心的空间 还有它私人领域的部分 相对于餐厅的空间 YOSHIKO我觉得你这次在餐桌的比例上 大概也因为人口简单吧 所以把它缩小了一些 对 当中屋主希望说餐桌的空间 不要占太大的地方 他希望把一些空间让给客厅 跟走到这边来处理这样子 OK 所以其实一个圆桌 一家三口绰绰有余了 有余 其实这个桌子其实不大 可是可以坐到有四到六个人 接着我们要看到天花板的设计 我想任何一个人在这下面用餐 都会觉得自己是备受遵宠的 对 好像英国皇室对不对 有贵族般 没错 没错 这个天花板的设计 其实也让这个餐厅的空间 相得益彰的加分好多 现在我跟你讲 这是那个餐厅的天花板 我是以这个步步高升的概念 来做设计 那在最顶端首高的地方 有个半壶形的感觉 那里面还做了很多气口 气口以外你看到吗 我这边很多线板的部分 不同的花色线板 做不同的那个金箔的诠释 那其实是颜色有从 最浅到中间设到最深 为什么这样做呢 其实全部浅或全部金 你会觉得很熟掉 所以颜色有建成以后 你会觉得精湿度会加分很多 走来走来走来 气口你看 其实它的设计是一路延伸到 走到的对不对 没错 其实在走到很深邃 又够宽 其实这个很像在我们欧洲 我们一般住的饭店里头 其实我要连到那种感觉 整个壁板 整个线条是整个延续的 可是到了每个人的VIP的房门 是跳一不一样的感觉 你刚才看到我的那个门上 你说有的那个圆盘 然后是贴金箔的那个吗 圆花板还是只有两侧内外都是一样 只有在这个花板的部分 我贴了金箔 然后还染上它的特殊颜色 OK 好 不过听说交屋给屋主的时候 屋主很惊讶的是说 哇 这么漂亮的一条走道当中 其实它隐藏了很多空间 是家庭主妇喜欢的收纳 对啊 我记得当初木工一退场 他就FB给我 我记得那天晚上10点 他说Oh my god 进来他哇哇叫 他说也太棒了 那么多收纳 OK 所以那时候不是有图面 他说那时候不知道有这么多的收纳 所以因为我常常讲嘛 机能美 机能美 其实我们的空间很美以外 其实收纳都很强 OK 都是隐藏起来的 OK 主要端井 端井是什么呢 啊 照我的估计 你会让厕所也美美的吧 YES 因为位置空间 其实一般人其实有机会说 走道就是位置空间 那我说 没关系 我把它穿上一个漂亮的外衣 给它八朵花 就每天push就发 push就发 所以它刚好并且是走道底端 一个很漂亮的壁面设计了嘛 那再来的那个菱形的感觉 其实是延续在我地面上 那我地面上 就是在走道上的地面 也做得非常的气派 也是选用的那大马式的花 零星切割 然后零星切割当中呢 它的corner上面 又有另外的跳色 所以还会有一些小变化 没错 OK 所以它的变化当中 其实不是只有地上有变化 你看它的天花板蹲上去 也是整个大马式的零星切割吧 今天这个走道空间